作者 乌里亚 中央国家安全委 元慧 办公室 简称国安办 常务副主任 因王小红是习近平的亲信 传习近平女儿小时候经常住在王家 而国安委职能覆盖公安 司法 国安 武警 外交等多部门 实权很大 国安委又是习近平OTCO小组 治国RDQUO 的重要环节 因此 王小红此次的人事变动 引发关注 不过 他赴国安委任职的消息 中共官方尚未证实 截至阿波罗达稿前 北京市政府网站 已将王小红的简历撤下 但北京市公安局官网仍未更新 显示王小红为公安部副部长 北京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 本月初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指 由于王小红已担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国安办副主任 不适宜再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职务 中共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局长刘新云 已获提名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 上述消息可能未必成真 山西省在1月22日的人事会议上宣布 刘新云任山西省副省长 省公安听听长 星岛日报早在去年5月就曾报道 王小红已晋升为国安委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接替蔡席 深受习近平信任习明泽 赠助在王小红家 1957年出生的王小红是习近平的救部 早在90年代中 习近平在福建任地方官时 就与王小红相识 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时 王救市福州市公安局长 负责习近平的安全保卫 据多为引述未经证实的消息称 王小红当时 住在习近平楼下 习近平出差期 监津长江 女儿习明泽 既住在王小红家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 其深得习近平信任 2013年8月从厦门市副市场监市公安局长任上 王小红接替秦于海 担任河南省公安厅厅厅 因查封 郑州 郑州 皇家一号 公业总会 轰动一时 而 郑州 皇家一号 公安 牵涉包括秦玉海等公安高层 在内的河南省公安系统集体摊复案 2014年12月 王小红 以河南省副省长身份 进入副部集门舰 至2017年5月 被提拔 为政不及 间隔不满三年 可谓火箭提升 中共十九大后 王小红更是支撑中共中央委员 王小红任经纪要职 曾是公安部长LDQUO 最佳人选LDQUO 王小红是中共政法系统内席 近平人马中 职务及时权最高的 香港东方日报评论文章指 据说 习近平有意提名王小红 接任公安部部长 但遭到公安系统高层反弹 不得已之下 习近平将盲调人国 安为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建升为政不及 在十九大 上亿将其提名为中央委员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 王小红在政法系统将愈来愈吃重 甚至不排除未来政法系统大改革 大调政中 王将出任更重要职务 毕竟他比赵克制 郭申坤更年轻 与习近平关系也更近 习近平心腹直通天地现习 达出特殊短气牌 王小红 现任北京副市长前 同时担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政法委副书记等职 这令其成为罗瑞卿之后 全市最大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RBUGO等于WINDOW ADSBYGOGOGLE 时事评论员崔世芳分析 王小红这一LDQUO 习近平国安委主席 国安委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局 直通天地现的特别安排 对习在十九大的LDQUO 青江LDQUO 动作 起到了重要的固盘左右 王小红同时兼任多个重头职务 其实是习近平打的一张短气牌 后来将其职务撤销两个 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张特殊短气牌的出现 也从侧面反映出十九大前西江阵营之间 是如何的台前握手 台后剑拔弩张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不同于其他省市的公安厅局 因为处境是要地 地位特别失重 这个未知的权力顶峰出现 在中共建政之初 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青 同时 兼任公安部部长 公安军司令兼政委 因为其管控 范围实际覆盖全国 所以其权是远比清朝的LDQUO 旧门提督LDQUO 大 中共治下 当权者要把中央警卫局 北京市公安局 武警北京总队 北京卫戍区 中部战区北京军区 统统 都掌控在自己手中 才有一定的安全感 从表面看 这是高层激烈权斗带来的不安全感 但是即便高层相安无事 每到敏感日子 这些强力部门 也无一不是紧张兮兮 这说明 背后还有一层官民之间 高度对立带来的不安全感 显然 就算在权斗中获胜 能否避免随着中共这艘小船 被人民的汪洋大海倾覆 是现当权者将面对的更大一个议题 从国安委看习近平如何授权中共国安委 是习近平于2013年11月12日宣布设立 习近平任主席 十人中办主任栗战书 兼任国安委办公室主任 以晋升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栗战书预计 在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 也会担任国安委副主席 现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将 兼任国安办主任 而主持常务工作的国安办副主任 被认为是该部门的实际负责人 自2016年10月蔡奇调任北京后 这一职务空缺 一职位获得官方披露 维基百科显示 国安委LDQUO 不是国家机构LDQUO 也LDQUO 不是政府部门LDQUO 但作为中共党内领导机关将 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进行统一 政治领导 公安 武警 司法 国安 中共军队总参 二部三部 总政联络部 外宣办 外交部等全部揉拼在一起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成为总管领导局队 公安 外交 情报领域的强力机构 阿波罗网此前的报道提及 国安委的成立 也是习近平LDQUO 小组织国LDQUO 的一部分 目的是 从江派手中 夺取国